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 今天是2020年1月30号,大年初六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是否再次重启,引发社会关注 那么现在呢,我正在去往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路上 今天的小汤山究竟是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现在记者来到了小汤山医院的大门 在2003年4月30号到6月20号 小汤山医院的定点病房共使用了51天 曾收全国七分之一的病例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扩建赶工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施工现场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红色的建筑板已经将工地全部都围了起来 各类工程车也在现场有序的工作着 我们现在看到啊,有百名的这个工人 现在分散在各个的作业点 然后不同的楼层 有序的在进行这个墙面的破拆 以及钢筋的焊接等等工作 你这能行吗这个? 这是装什么呀? 软道 哦,现在就去开软道阶段了呢 这个是火烂园老板,老板接着这个车吧 扎人多啊,小几台有什么呀 然后有建工,有重建,这是两大公司 另外还有,还有小公司 进入性费员嘛 现在建就是早上6点,6点左右就开始了 晚上到5点左右 那么在天台上呢,可以听到这个嘈杂的施工队施工的声音 然后四周呢,施工队是都在加紧的赶工 在施工的住院部中,我们看到百名工人在加班加点的进行破拆改造 他们从大年初三就开始一直工作到现在 就在今天,北京市卫健委透露 小滔山医院进行修缮后将是疫情变化 必要情况下会启用小滔山医院部分床位 作为后备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病床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抗击疫情,我们众志成城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